哈喽大家好 单单没有想到黄芪搭配上胡萝卜 真是绝了 它的作用真厉害 解决了很多家庭的问题和烦恼 方法非常简单 食材也非常简单 可惜知道这个方法人并不多 今天呢就把老一辈人留下的这个方法 分享给大家 下面跟这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先准备一些黄芪 大约呢就是5克 把这黄芪呢 放到水中给它清洗一下表面的灰尘 简单清洗一下就可以 黄芪不要在水中 清洗太久 否则它的营养都会流失 清洗好以后 把黄芪我们捞出来放到一旁 再准备一根胡萝卜 放到水中 清洗一下它表面的尘土 使劲给它揉搓 把泥土都清洗下来 清洗好以后 把胡萝卜捞出来 我们把它切成块或者切成片都可以 切好的胡萝卜炕 我们放入到一个盆子中 再把清洗干净的黄芪也放到盆子中 然后我们把它们放入到砂锅里面 加入清水 开火 先把它们煮开 煮开以后 盖上砂锅盖 转成最小火 熬煮20分钟 时间到打开砂锅 我们用勺子把里面的汤汁舀出来 里面的胡萝卜 还有我们的黄芪不要丢 还能重复煮至两到三次 放到不汤嘴的时候就可以饮用了 每天来这么一碗 连续喝上饮 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有神奇的变化 您别看它的食材 方法超级的简单 其实它的作用一点都不简单 里面包好了我们老一辈人的智慧与结晶 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这里说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相信看到这里 有的朋友已经知道它的作用 欢迎您把它打到评论区 让大家都知道 今天老一辈人留下这个方法 就奉献给大家了 谁用 谁知道它的作用有多好 赶紧收藏起来 大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您的观看